她是个没什么文化的农村妇女 靠替人哭丧为生 替富人哭丧也替穷人哭丧 甚至有时候还要喂狗哭丧 女人名叫桂香 是个来自贵州的农村妇女 跟随丈夫在北京打工 过着不算富裕 但还算平静的生活 没有文化也没什么本事的桂香 平日里就拿着一些碟片去广场上卖 为了打掩护 她还会抱上一个邻居的小孩 金金 但是路过的人大多都对她的碟片没多大兴趣 所以通常占了大半天 也没有赚着几个钱 好不容易遇到一个要买碟的客人 正在讨价还价的时候 却遇上了警察 桂香来不及多说 抓过客人的钱就跑 却在转角的地方被逼个正着 桂香只好利用怀里的金金 上演了一出悲苦的母子戏 警察看她可怜便放了她一马 但她的那些货是别想拿回去了 回去后她准备将金金还给邻居 可邻居家却紧锁着 一打听才知道金金的父母竟然跑了 丢下了这么一个烫手山芋给桂香 她只好将金金带回家 另一边游手好闲的丈夫正在打麻将 输了却有没钱支付 只好说下次再给 麻友嘴里却不干净 说要桂香陪她睡觉才能抵消 丈夫一气之下 把那麻友狠揍了一顿 麻友吓了一只眼睛 丈夫则因打架斗殴入狱 而无依无靠的桂香 带着金金踏上了返向的道路 在火车上 她并没有掉下一滴眼泪 而是和平时一样 该吃吃该喝喝 她知道哭泣无法解决难题 很快她回到了家乡 想替金金找个人家 可是没人想收养一个来路不明的小孩 桂香只好去找自己以前工作过的剧院 想先谋个生活 却发现剧团早就解散了 于是她想到了自己的老情人阿明 阿明是丈夫一起长大的朋友 她应该多多少少会帮助自己 第二天她仔细的打扮一番后 就出了门 走在街上 她的红色高跟鞋和时尚毛衣 成了最亮眼的风景 惹得路人频频回头 阿明现在是一家花圈店的老板 早已娶了一个年轻漂亮的老婆 即便如此 二人还是旧情复燃混到了一起 因此邻居们经常对她指指点点 而阿明老婆也多次当街对她出言侮辱 可这些都不算什么 阿明很快为金金找到了一户人家 日子也算是渐渐回归平静 可这一天 两个不速之客找上门来 被丈夫打伤的麻友 找到了这里 要求桂香支付医药费9000块 这对桂香来说是一笔巨快 可桂香一穷二白别说医药费 就连饭她都快吃不上的 她装模作样的哭了起来 大叫自己命苦 麻友健壮答应再给她宽限两个月 阿明看她哭得这么好 于是想到一个赚钱的办法 之后阿明频繁出入火葬场和医院 让他们有了丧事就联系自己 很快他们就接到了第一单生意 可因为桂香业务不熟练 不仅被客户骂了一顿 生意还被一个当地大婶抢走了 回到家 她就对着电视学习起来 过了半个多月终于又有了消息 这次桂香把握好机会 穿上戏服在灵堂又哭又唱 很快就收到了客户的肯定 给了她一个大红包 桂香的工作终于踏上了正轨 她也终于鼓起勇气去看望监狱里的丈夫 丈夫受不了牢狱生活 祈求桂香早日把自己保释出去 并发誓出来后不再赌博 会好好和她过日子 一向坚强的桂香 再也忍不住自己的泪水 随着生意的增多 桂香开始涨价 阿明还为她定制了分级 哭得越厉害 价钱就越高 渐渐的桂香成为了当地 小有名气的哭丧女 有时候为人哭丧 有时候还要为狗哭丧 而有的人葬礼还比不上一条狗来的体面 但不管是富豪还是穷人 只要邀请她 桂香几乎都会答应下来 因为生活在泥泞里 她深知穷人的不义 但桂香也不算个老好人 如果对方没付够钱 也会招来她的一顿臭骂 因为努力工作 很快她就存够了一万块 打算一半还债 一半赎丈夫出来 可当她去到麻友家里时 麻友早就离开这里 回了北京 这下她可以安心赎丈夫出来了 可监狱长说 丈夫表现不好 不能提前出来 为了丈夫 她出卖了自己 刚刚还义正言辞的监狱长 则是默默的关上了门 丈夫出狱至日可待 生活似乎渐渐的又有了盘头 为此呢 桂香高兴的去见了晶晶 带她吃豪华大餐 还为她买了一身新衣服 对待晶晶呀 就像对待自己女儿一样 晚上回到家 剧团曾经的团长给她说 一个家境很好的经理去世了 这要是拿下了可以大赚一笔 让她明天把握机会 可就在第二天 她去枯丧的路上 阿米勇打了电话 说有急事让她回家 等桂香赶回家里 客厅坐着几名警察 原来丈夫因为忍受不了坐牢 选择了逃狱 在逃跑过程中意外被击杀 警察来这里 就是给她送死亡通知书的 得知这个消息的桂香 脑袋里嗡嗡的说不出一句话 只任凭警察拉过自己的手 在死亡通知书上 盖下一个印章 阿明说 这下可以放声大哭了 但对于桂香来说 丈夫的死更像是一个解脱 她一下子就觉得自己轻松了 她假装开玩笑的问阿明 到底喜不喜欢自己 想不想跟自己结婚 可阿明回避的眼神 让她心里有了答案 接着她便火急火燎的赶去了葬礼 可这一次 一向没有眼泪的桂香 却伤心的痛哭起来 因为效果不错 宾客们纷纷给她塞红包 红包多的她拿不住 故事就在桂香的哭泣中落幕 桂香是一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 就像我们大多数人一样 但伴随她的更多的是心酸和不幸 她像许多人一样识快 甚至顾不上什么礼仪廉耻 可她同时又是善良的 仅凭相识之缘 便愿意收养被抛弃的女孩晶晶 但她知道自己当不了一个好母亲 所以她给晶晶找了一户好人家 对她丈夫她也仁至义尽 即使丈夫锒铛入狱 她依旧对她饱含感情 筹钱想替她出身 听到丈夫的哭诉 也会难过的掉眼泪 同时她身上也包含着中华女性的坚韧 遭遇不幸她可以一个人默默扛下 即使生活再艰难 依旧会对明天怀有希望 但电影最后的结局 无疑是摧垮她的一根稻草 老情人阿明 也显然不会给她一个新的港湾 这样的桂香 是就此走向堕落 还是放下过去 重新开始呢 我们不得而知 可也许我们可以确定 今后的人生 她可以为自己而活了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看到这里 咱们下期见